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关注三个重要的新闻事件 首先台风隔美袭击台湾造成了两人死亡 277人受伤并且一艘货轮在近海沉没 目前台风正朝中国福建移动 预计将带来更多暴雨 中国东南沿海已经严阵以待 接着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最新政坛动态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电视演说 强调将火炬传给新世代 并表示自己不会寻求连任 拜登在演说中提到 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更重要 并大力支持现任副总统贺锦丽接棒 前总统川普则对拜登的演说表示不屑 认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最后中国沿海省份郑延镇一带台风隔美的到来 根据中国水利部的研判 隔美将持续6天 影响范围广泛 预计会带来强降雨和大风 福建省已提前转移安置了超过15万名群众 同时北京也因另一个气象系统的影响 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台风隔美袭击台湾酿二死 一货轮沉没正朝中国福建移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风隔美 星期四 7月25日凌晨自台湾东北部登陆 为各地带来强烈风雨并扰乱交通 造成两人死亡 277人受伤 一艘货轮在近海沉没 隔美已于清晨出海 将于星期四下午至夜间登陆中国福建省 预计带来更多暴雨 中国东南沿海沿阵一带 根据台湾中央气象鼠 隔美 台湾一围凯米 在午夜左右 隔离尼至标准时间 7月24日下午4时 在台湾宜兰县登陆 这是八年来 袭击台湾的最强台风 风力高达每小时227公里 台风登陆后 强度稍微减弱 台湾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8时许 隔美已出海并移动至台湾海峡 向中国福建省福州方向前进 台湾电力公司表示 截至星期四上午8时 隔美侵袭台湾 一度使全台近50万户家庭停电 其中于八成已恢复宫店 另由于海象不佳 一艘坦桑尼亚籍货轮 在台湾南部高雄港外海沉没 已有9名缅甸籍船员落海失踪 还有4艘货轮搁浅 台湾消防部门表示 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 隔美台风中心虽出海 但其南侧 伴随旺盛对流云系 持续为台湾带来更多降雨 中南部已出现洪灾 台湾个县市 星期四仍维持停工停客 金融市场连续第二天休市 在交通方面 台铁公司在星期四下午30前 全线停驶 连接台湾北部和南部的高铁 则宣布于下午2时起 恢复双向营运 当天所有国内航班 和185个国际航班取消 据台湾政府统计 截至星期四上午7时 台风共造成两人死亡 266人受伤 两起死亡案件的起因 分别是路数倒塌 与屋顶掉落物 砸中客车 另有一人遭挖土机翻腹押伤 送医后死亡 官方认定 飞鼠台风灾情 未列入伤亡统计 隔美来势汹汹 中国沿海省份严阵以待 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根据中国水利部研判 隔美持续时间长 预测7月25日登陆后 将持续到7月30日 长达6天左右 而且影响范围广 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 隔美将于星期四晚些时候 穿过福建 并向内陆前进 逐渐北移并减弱 移动过程中预计许多地区 将有强降雨 潜在影响省份 可能超过10个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测 星期四浙江南部 福建大部 广东东部等地 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 福建东北部 可能有250到500毫米的特大暴雨 东海南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 福建沿海 浙江东南部沿海风力 有9至12级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 或地区的风力 有13至14级 阵风15至16级 福建省防训办表示 福建省政府 已提前转移安置超过15万名群众 主要来自沿海渔村 随着大风增强 浙江州山市 70条水上客越航线全部停航 预计停航将持续两至三天 国铁广州局星期四 亦停运部分动车组列车 与此同时 中国北方正受到 另一个气象系统带来的 强降雨影响 北京市防山区气象台 在星期三 7月24日 深夜升级 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预计星期四仍将有暴雨 北京日报报道称 北京市强降雨期间 全市共转移群众8000余户 2.5万余人 星期四上午降雨减弱 官方解除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截至星期四上午时时 全市平均降水量41.8毫米 最大降水出现在防山车厂 降水量为139.6毫米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拜登强调 交棒新世代 川普风演说的听 不懂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周三 7月24日 晚间 美国总统拜登任内 第四度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发表电视演说 在他的任期只剩下6个月之际 他以这场约11分钟的演说 尝试写下自己的历史定位 拜登说 把火炬传给新的世代 这是团结我们国家最好的方式 我敬爱我的职位 但我更爱我的国家 能够担任你们的总统 是我一生的荣幸 不过 捍卫民主 处于危机关头的民主 比任何头衔都更重要 至此 拜登50多年的政治生涯宣告 即将画下据点 拜登是1968年以来 第一位不寻求连任的 现任美国总统 他自认身为总统的表现 值得第二任 但是为了团结党内 于是做出退选决定 他大力替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卡玛拉·哈里斯 背书 形容他 有经验 坚强 又有能力 堪当我们国家的领袖 美国有一点很棒的是 在这里不是国王 或独裁者统治 而是人民 拜登说 历史在你们的手上 权力在你们的手上 美国这个概念 掌握在你们手上 整场演说 拜登只字未提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姓名 在拜登看来 2024选举年是 历史罕见的时刻 足以决定 美国与全世界 未来数十年的命运 美国人要选择向前走 亦或是往后退 选择希望 或者是仇恨 选择团结 或者对立 各界反应 家人 支持者与政敌 演说时 拜登嗓音时而沙哑 偶尔含糊不清 或断断续续 他感谢美国人给他机会 让一个出身不高 有口吃的孩子 有一天能走到 美国政坛最高位 拜登也特别强调 与家人的连结 他身后放着一张 张家人的照片 镜头外 第一夫人吉尔 只有拜登 拜登的儿子杭特 Hunter Biden 女儿艾许丽 Ashley Biden 还有许多陪伴 拜登身策多年的 顾问与幕僚 都在现场 拜登与B 众人齐声鼓掌 随后急而走过去 站在他身边 白宫外面 有民众举着 我们爱乔 拜登 谢谢你 拜登总统等 标语 还有乐队表演 展现对拜登的支持 有些人席地而坐 一起收看拜登的演说 也有人流下眼泪 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Barack Obama 在X平台上 引用拜登演说的内容 并赞许拜登的政治生涯 一直对美国人民保持真诚 前众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则赞拜登是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他不仅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也是未来正确的一边 川普的态度截然不同 他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批评拜登说话 几乎听不懂 太差了 稍早 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上 把拜登称作 美国史上最有害的总统 他也重炮攻击贺锦丽 三年半的时间里 拜登造成的每一场灾难 背后的极端自由主义推手 一直都是爱说谎的贺锦丽 他还称贺锦丽是 激进的左派疯子 如果他当上总统 会摧毁我们的国家 拜登任内还有哪些目标 纽约时报指出 拜登除了强调 要交棒给年轻世代之外 并没有给出其他退选的理由 此前 拜登在电视辩论表现不佳 多数质疑声浪围绕着 他的年纪与健康状况 演说却未提及这方面的压力 有些幕僚仍认为拜登有机会赢 但他未能把外界焦点 从辩论表现转移回政策层面 即使拜登私下对贺锦丽 能否胜选有疑虑 最终还是决定改支持他出马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分析一指 拜登并没有提到健康问题 也没说自己无力担当 第二任期的重任 而是强调团结党内 这是因为拜登任知道 过去几周 已导致民主党内的裂痕 拜登不忘回顾任内成就 提到自己减少了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跨越 任命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签署了枪支管制法案 剩下的任期内 他承诺继续努力降低物价 推动经济成长 并捍卫美国人的自由与权力 遏止任何暴力行径 他还希望展开最高法院的改革 此前 华盛顿邮报 美联社等媒体消息称 拜登正在认真考虑 推动大法官任期限制 终结终身制 并且希望修宪 取消大法官近期赋予总统的豁免权 这样的立场 一改他过去在这方面较消极的态度 有分析认为 这是为了回应民主党内 对最高法院 先后推翻堕胎权和法化裁决 推翻平权行动 削弱联邦机构权力等 做法的质疑 此外 拜登承诺要促成加萨走廊停战 在他演说同日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但至少有数十位民主党议员缺席表示抗议 场外更有上万民众上街示威 高呼解放巴勒斯坦 有人焚烧纳坦雅胡相 拜登与贺锦丽周四 25日将分别会晤纳坦雅胡 川普则将于周五 26日在佛州海湖庄园与他见面 贺锦丽争取亚非选民支持 24日 贺锦丽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 跑灶市行程 欲争取非议社群支持 此时此刻 我认为我们眼前面临一个选择 两种不同的国家愿景 一个放眼未来 一个聚焦过去 在你们的支持下 我要替我们国家的未来奋斗 贺锦丽若当选 将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有非议 南亚裔背景的女总统 获得非议选票 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然而 倡议团体 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周二 23日 发表的声明 并未直接支持贺锦丽 而是要求民主党 应在8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前 立即召开非正式的初选 容许更多一般大众 参与提名程序 而非全交由党内代表决定 该团体领袖鲍尔斯 Shalomiel Bowers 向路透社表示 我们其实并不是说贺锦丽不行 我们要求的是 黑人也能参与讨论 亚裔美国人 是另一群重要争取对象 现阶段 已有部分亚裔美籍的女性议员 倡议人士 表态支持贺锦丽 包含华裔众议员赵美心 朱蒂赘 台裔的孟昭文 Grace Mann 印度裔的贾亚帕尔 Pramila Drepao等人 还有印度裔的堕胎权 倡议者 路透社等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专家解析 拜登退选讲话 捍卫民主 警告特朗普 定义自己的政治遗产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 在星期三 7月24日 晚间发表电视演讲 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解释了 他退出11月总统大选的原因 拜登在讲话中强调 要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 他在讲话中歌颂民主 谴责独裁 并为自己担任总统以来 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的政治成就辩护 他特别提到 他在制衡中国上取得的成绩 捍卫民主 将火炬传给新一代 拜登的此次演讲 持续约10分钟 是拜登在三天前退出总统竞选以来的首次公开讲话 拜登说 为了拯救民主 他放弃了个人野心 拜登说 我相信我作为总统的记录 我在世界上的领导力 我对美国未来的愿景都值得连任 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拯救我们的民主 这包括个人野心 捍卫民主 比任何头衔都更为重要 拜登强调说 没有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能够阻碍拯救我们的民主 这包括个人的雄心 我认为 最好的前进方式 是将火炬传递给新的一代 这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 他在电视讲话中说 把火炬传递给新一代来自 美国前总统约翰 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 是总统与美国人民直接沟通的重要契机 今天的讲话 是拜登第四次以总统身份 向全美国人民发表讲话 也是既本月早些时候 拜登就针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暗杀企图 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 短短十天内的第二次 拜登 是自1968年以来 第一位不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 当时林登 约翰逊 Linden Johnson 因处理越南战争 而受到批评 于当年3月31日 突然退出竞选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Houston 国际关系学教授叶耀元 对美国之音说 拜登这一次的演讲语气坚定 最主要的信息就是 他要传递火炬 给年轻一代 让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 拜登宣布退选后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哈里斯 作为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迅速崛起 拜登将自己描述为 通往下一代领导层的桥梁 在公共生活中 在某个时间和地点 积累了多年的经验 很重要 拜登说道 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 还有新的声音 新鲜的声音 是的 更年轻的声音 而那个时间和地点 就是现在 不过 叶耀元说 拜登似乎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我觉得 大家一开始期待的 是他在演讲中解释 他为什么不选了 可是好像并没有说出具体答案 美国智库史听声中心 Stamson Center 东亚项目共同主任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则认为 拜登说了 他能在公共场合所说的话 我想他提供了他所能提供的解释 或许还有更多细节 但是对于一个公开的电视讲话来说 他谈到了最根本的原因 他告诉美国之音 近一个月前 拜登在与共和党对手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辩论时表现糟糕 说话不连贯 脸色苍白 未能反驳他的那位前任的抨击 民主党人随后对他竞选能力的信心大跌 党内对81岁的拜登 能否在11月击败特朗普 以及是否适合继续担任高压力的总统职位 产生重大分歧 劝退声浪不断高涨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 布洛克·欧巴马 在X上发文感谢拜登 这个国家的神圣事业 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重要 乔 拜登一生为美国人民服务 他一次又一次地信守这些话 奥巴马写道 警告特朗普 拜登在讲话中 没有点名竞选中的共和党对手 但分析人士表示 拜登的严厉警告都指向一个人 他谈到了两极分化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传播与新闻学教授詹妮弗 墨西卡 Jennifer Mercical 说他谈到了暴力和政治暴力 这些都令人回想起 唐纳德 特朗普和他的总统任期 他谈到了2021年1月 他首次上任时 国家面临的威胁 所以这肯定是关于唐纳德 特朗普的 拜登在讲话中说 我们必须决定 我们是否仍然相信 诚实 正派 尊重 自由 正义和民主 在这一刻 我们可以将那些 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 不当做敌人 我的意思是 而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能做到吗 公共生活中的品格 仍然重要吗 这最后一句话 是拜登此前在竞选中 攻击特朗普的话 拜登在讲话中 也时不时地 做出了回答 拜登在结束时 谈到 美国的伟大之处就是 做决定的权利 在人民手里 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 统治这里的 不是国王和独裁者 拜登说 是人民 历史在你们的手中 权利在你们的手中 有关美国的观念 在你们的手中 拜登讲话后 特朗普在他自己的 社交媒体平台 真相社交上写 拜登的讲话他 根本听不明白 为自己的政治遗产辩护 包括制衡中国 在演讲中 拜登列举了 自己上任以来 在国际和国内 所取得的各种成绩 我是本世纪第一位 向美国人民报告 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没有处于战争状态的总统 我们将继续团结一个 由自豪的国家组成的联盟 阻止普京接管乌克兰 并造成更多损害 我们将让北约变得更强大 我将使它比我们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更团结 我将继续为我们的太平洋盟友 做同样的事情 在谈到中国时 拜登说 在我上任时 一般人的看法是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 但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圣托马斯大学业药员分析说 这是拜登在告诉美国人 自己对待中国很有一套 不过这句话 你说他是谈中国 倒不如是说谈他对中国很有一套 他说 这就是现阶段 美国对中国基本的态度 就是跟中国强烈竞争 我们也不希望中国超越我们 我们将来的竞争也会持续下去 史厅生忠心的孙韵认为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 拜登的对华竞争策略是有效的 如果你看看他所说的 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 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事实 但有人可能会说 这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但他的对华战略 可以说增强了美国的竞争优势 让中国感受到了痛苦 他对美国之音这样解释 提醒民众 美国在他的领导下 依然处于良好的状态 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还谈到了 他在剩下的总统任期内 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我将专注于旅行总统的职责 我将继续降低 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 并发展经济 我将继续捍卫 我们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 从投票权到选择权 他说 华盛顿邮报 7月24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 这是拜登想利用 黄金时段的电视讲话提醒人们 我们的国家 在他的领导下 仍然处于良好状态 除此之外 拜登还列举了 美国在海外面临的各种挑战 其中愈演愈烈的 加沙和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的 咄咄逼人 我认为 这确实是人们会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 跛脚压总统 如何应对外交政策危机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 历史学教授 托马斯·施瓦茨 Thomas Schwartz 告诉美国之音说 在拜登发表退选讲话的同一天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坦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在对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 坚决捍卫以色列 针对哈马斯的战争 誓言要继续对抗这些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直到取得全面 胜利 并释放他们扣押的剩余人质 感谢副总统哈里斯 拜登7月21日宣布退选后不久 就支持了副总统哈里斯 并帮助哈里斯 启动了他的竞选进程 哈里斯很快就获得了 足够多代表的支持 预计他将赢得民主党提名 拜登还感谢副总统卡马拉 哈里斯 他在竞选活动中得到了他的支持 和足够多的代表承诺 以赢得提名 他形容他经验 丰富 坚强 有能力 但不充到 选择取决于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拥有49%的支持率 而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6% 不过民调显示 他的胜算比拜登有所提高 阿尼塔 鲍威尔 阿尼塔巴尔 是美国之音 VOA 驻白宫记者 曾任驻约翰内斯堡的 南部非洲事务记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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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